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以一道白光照射這個單色圖卡 單色圖卡的意思就是說你白光照上去的話 它只會顯現一個顏色 那為什麼它只會顯現一個顏色呢 因為這個圖卡 它會把所有的光都吸了 只反射那個單色圖卡那個顏色的光 比如說這個是一個紅色圖卡 那麼它只反射紅色的 其他光它就吸收了 那圖卡它反射紅光吸收其他顏色的光 如果改以藍光照射它的話 因為這個單色圖卡會把所有的光吸收 除了紅光以外 所以藍光照下來會被吸收 所以這張圖卡就會變成黑色的 則關於此時圖卡上的色光吸收完 反射情況下類核者最有可能發生 就是藍光被吸收了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V 藍光就被吸收了 就算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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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提供